南韓首爾離泰院的週六夜 穿著各種絆裝服飾的民眾 臉上驚魂未定 誰也沒想到 一場萬聖節派對竟會樂及聲悲 因為目擊者表示 從晚間六點開始 街上湧現大批人潮 分別從左右兩邊 寄進事發地點的小巷子 而在中間的人 頓時動彈不得 隨著時間過去 街上人越多 也幾乎拿不出手機打電話 十點二十分 警銷接到通報 有人快不能呼吸 人群擁擠 腿壤的情形惡化 就在十點四十分時 又傳出有名人 在離泰院某間酒吧出沒 結果窄巷 瞬間湧入大批人潮 激烈推幾下 一個人跌倒後 慘事就這樣發生 所有人順著斜坡 骨牌式倒下 堆疊了至少有五六層 大馬路上一台接一台的救護車 陸續抵達現場 現場早已經亂成一團 尖叫哭喊聲 到處都是 警笛和口哨聲 穿插救難人員要大家讓路 給消防車的聲音 現場民眾一下兩下 CPR的手勢一直沒停 儘管包括首爾在內 來自全國各地的四百多名急救人員 和經濟道全數消防車 都全被派來支援救人 但還是有許多年輕人 等不到救難人員抵達 就已經回天罰術 造成死傷人數 共超過兩百多人 這也成為二零一四年 四月號渡輪沉默後 南韓傷亡最慘重的事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萬頭鑽洞 這是南韓離泰院出事前的萬聖節狂歡 根據南韓媒體指出 二十九號晚上 大約十萬人從雙巷 湧進這條不到十公尺的斜坡窄巷 竹八街本來就人多 坡度又斜相當危險 而且傳出疑似有名人現身 導致人潮在窄巷中推擠 造成人踩人意外 這次的萬聖節是三年後的 納馬斯克祝禮 天晚上很多人都沒了 特別是晚上 腳踢得不少 隔壁都沒了 隔壁都沒了 有幾道村部難行 南韓消息 踩踏意外超過150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有目擊者點出 另一個可能失控的原因 南韓民眾質疑 簡力準備不夠 疫情後 熟度能大解放的派對 人多地窄 狂歡過度 樂極生悲 體部新聞綜合報導 大平韓國警察在街道上拉起封鎖線 在致命踩搭現場高度戒備 疏散路過民眾 而眼前瞎摘小巷 物品全散落一地 不難想像前一晚 急在這條小巷子的幾百人 經歷了多少苦痛 跟傳出有民眾想逃生 卻被見死不救 研判是店内的音乐声 盖过户外街道的呼喊声 让商家无法及时开门 提供场所避难 错过救援机会 再加上周六夜晚车多拥挤 危机现象也造成救护车难以进入 优优优独播剧场—— 万胜节是离泰院年度盛世 经历疫情 店家好不容易能迎来假日商机 如今成了无法默灭的伤痛 天悦新闻黎明会张 齐云台北报道 不过是说参加了一场活动 出了门后就没再回来 离泰院爆发踩踏事件 至今仍有超过三千五百人失联 家长涌入各家医院找儿女 事故发生当下大家逃都来不及 手机钱包都冻丢了 经历踩踏事件后 部分人受伤昏迷送进医院 什么都没有身份很难查 无尽等待只盼收来一丝希望 但看到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 家属心急如焚 保健所一流까지 突入된 상황입니다 하지만 현재 병원에 이송대 치료 중인 부상자 중에서 중상자도 적지 않아 앞으로 피해 규모는 더 늘어날 가능성이 있습니다 医院量能开到最大 也因为这次意外 原定30号晚上举办的 釜山演唱会宣布取消 各大主题乐园也停办万圣节庆典 南韩全面进入哀悼棋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离太院发生万圣节 严重踩踏事故 CNN记者Will Ripley直击现场 沿路经过只见大批救护车和警销 满满挤在现场救人 记者要进入现场 一度被拦下 自爆身份后才获准进入 因为政府已经下了紧急命令 确保没有闲杂人等妨碍救援 而经过一夜混乱 周日早上的离太院 终于看到路面 记者也近距离拍下事发地点的巷子 狭窄的巷子前一晚就聚集上千人 而且人人都有扮装 不难想象当时警方要救人时 有多拥挤混乱 现在警方也在厘清 踩踏意外是怎么发生 并针对现场散落的物品 协助辨证上百位死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拥挤到不小心爆出口 这是29号晚间 南韩离太院的局级画面 小小巷子全都挤得水泄不通 而在事故发生后 人潮清空地上 全是民众的个人物品 锦销集结抢救 这个超窄的斜坡巷子 就是事发的地铁站 1号出口附近巷弄 我们已经10时到处 在那间酒店前 打开Google地图 一条小巷被标注 离太院发生事件 就是事发上弄 根据街景道路宽度 大约四公尺宽 最多也只能占七到八人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当晚挤满了人 一推起事情就发生了 还有记者访问到一名蔡小姐 当时她大约晚上八点半 搭公车抵达汉米尔顿饭店后方 连接到离太院路的街区 人行道就没地方站人 甚至走在主街 从能小碎不前进 到后来都是推挤 目击有女生跌在地上 就被踩了 过了一个晚上 现场仍然满目窗移 警方拉起封锁线 像是万圣节道具的黑色塑胶大 还有南瓜都留在这 这里的斜坡窄象 本来是大家宣泄情绪的地方 如今一丝变成死亡事故的情绪点 TVB新闻综合报道 穿着高分鞋在天母东路69巷 这个巷子往前走 其实重心是比较往前的 而且在走快远的话 恐怕就会往前倾倒 从巷龙最高处往下看 又迈开脚步往下走 都有些胆怯 拿水平尺实际测量 放在地面上 水平内的气泡马上往上跑 距离完全水平的高度 还相差15公分 地面才会平坦 我没有走博游路 我走旁边那个水泥庄 就比较好一点 你走不会有路 就会打滑 比一般平地鞋 它稍微抖一点 不过它那个 像拖这个菜篮还OK 像190巷那边就会比较 190巷那边坡度比较抖 尽管在这里生活多年的居民 穿着平地鞋 走在天母的街道 都会感到吃力 尤其在下雨天 路上更滑 也有不少人和里长抱怨 刚看新闻 早上看到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请鞋坡 我这个也是请鞋坡 因为办活动里面上来 平常他上来都会气喘 我们这上坡下来 差不多二十 李泰院踩他现场向隆 鞋缩坡度约有30% 利难者以女性居多 另外穿着高跟鞋 加上身形娇小 发生推挤跌倒 出现骨牌效应 更容易受伤 甚至喘不过气 我们这边办活动也是这样 要前后要有出口 所以我们这边办活动 都是蛮拥挤的 上来的时候 也是我们也会做一个疏散 动作 所以以免造成大家的危险程度 在有坡度的街道上 举行活动 若事先规划好疏散动线 也能避免在推挤 接岛后出现大规模伤害 连想都不敢再想 死伤惨重的一幕幕 全硬在脑海变成闯伤 然后女朋友一直在哭 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帮忙 学过CPR 当下只想着救人 米穴和朋友晚上八点多 到离泰院爆发推挤的事故街道 形容当下已经被人潮推着走 短短几十公尺 挤了快一小时 那边整个人 就像瀑布一样这样下来这样 我自己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现在人还在医院 就是是轻伤啦 就是可是我们那时候联络不到 然后就是 逃到对象后往回看 连大街都塞满了人 没想到只隔半小时就出意外 和朋友几赛回头去找 却是满地伤亡者 其他台湾人也目睹当下惨况 不少人坐在路边 狼狈到连鞋子都找不回 整条街人潮看不见镜头 只听到前方尖叫声 南汉首尔离泰院超过十万人聚集 严重推击踩踏 让台湾人心有遗迹 现在心跳都还是很快 然后很庆幸我们还活着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 他准备要进场去玩而已 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刚才经历完这一切 然后再往前走 不知道状况的人还很高兴的 在庆祝这个万圣节 我就是觉得很焦急 驻函代表处公布 死伤中战无台湾籍游客 留学生或侨明 观光局也没接获 旅行社偷报案件 但从没想过 在国外参加派对 却目睹人间炼狱 心理创生恐怕短期难遇 TVB的新闻 罗市彭鸿靖莹 台北报道 南韩离泰院死亡踩踏事故的现场 一夜过后巷口警察戒备 美国CNN资深特派 一大清早连线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 最深的哀悼 与韩国人民同碑 美韩同盟关系 从未如此有活力跟重要 两国人民关系更紧密 在这悲伤时刻 美国与韩国站在一起 当晚有多恐怖 港媒视讯访问身在其中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我感觉到推的浪潮 就是越来越猛烈 就有人越推越高兴 越推越兴奋 他们就是为了取乐而去推 他们两个女生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 感觉是被死 人群里面是感觉被锁合 无法呼吸 胸是被挤压的 现场一月过后 拒绝警销 医护 还有各国媒体 因为至少19名外籍死者 包含伊朗 乌兹别克 挪威 以及4名中国公民 习近平向南韩总统尹席月发出慰问点 习近平表示 惊喜韩国首都首尔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致以诚挚的慰问 此次事故造成数名中国公民不幸伤亡 希望韩方尽一切努力予以救治 另外邻近的日本以头条报道 日本共同社指出 日本驻韩大使馆消息 目前没有日本公民伤亡 独卖新闻跟产经新闻 都列出伤亡 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朝日新闻点出 一人被撞倒 酿成骨牌效应 受这起反人死伤的踩踏意外 严重程度令国际关注 体系新闻综合报道 看见那裂嘴吐灭罩的全娜拉 飞复而来 让普徐骏差点无法招架 这是南韩离泰院 每年都会举办的万圣节盛典 部长会穿奇装衣服 配上浮夸妆容 曾经是2020年的韩剧 离泰院Clust的经典场景之一 坐在酒吧里小酌放松 普世晋在剧中来到夜生活文明的 离泰院开设小酒馆 事实上离泰院的酒吧夜店 竞争相当激烈 甚至还有酒吧一条街 夜店啦 甚至这个韩国唯一的清真寺 或者是各国的驻韩大使馆 也都在那边 也就是异国风情非常的浓厚 从Google观看离泰院街景 可以看到不少美式餐厅建筑林立 离泰院位在南韩首尔龙山区 邻近美军基地龙山 放假的军人会在离泰院活动 50年代起 外国人是定居首选地 饮食西化 美式风格浓厚 每到夜晚 离泰院店家繁荣 酒吧夜店吸引世界各国人士聚集 其实美军驻扎的龙山基地 已改为龙山公园 长年深耕的美式文化 每年依旧吸引观光各朝圣 到此一游 有点接近台北的天母 但是有地铁站直达 所以外国游客非常多 靠近一些异国风情的节日 比方说像万圣节 跨年这种圣诞 在那边就会吸引蛮多的人潮 本来应该是充满万圣气氛的南韩 离泰院现在满满哀伤 全因为这回的踩踏意外 事件也影响到演艺圈种种活动 少女时代队长泰妍 把自己变身成安娜贝尔 这是SM经纪公司 本来每年都会举办的万圣节派对 今年原定30号晚间登场 如今紧急取消 釜山的BOF K-POP音乐节也临时喊咖 南韩三大电视台 KBS NBC SBS综艺节目 包含人气歌谣Running Man 在内全取消播出改播新闻特报 这其意外也让艺人都不敢置信 韩兴苏智谢为伤者致意 曾在离泰院开过餐厅的红席天 还有金会兽GD以及聚军夜 与刚成为南韩媳妇没多久的大S 都双双发黑底白字RIP祈福 但不只在南韩 时常把母语放在中文歌词里 台韩混血的BB书记 PO出街景照帮忙集气 热爱韩国文化的谢金燕 也希望世界和平 人人平安健康 民众实际全力爬墙逃跑 现场乱成一团 南韩网红回顾目击过程 有人鼓噪推挤就像拔河一样 强大力量从前后两边压迫而来 眼前开始发黑 记录下了一太院每个万胜装扮 看台湾网红安琪前一天也在那 隔天也就是事发当天 原本想去但看到人潮就作罢 想起当时还是心有余悸 安琪说那里宛如災难片现场 还好自己人没事 不幸中的大幸 摩采塌意外造成严重死伤 总统尹席院马上宣布 全国进入哀悼棋 昨天一早尹席院也直奔离胎院 发生事故的巷子 现场消防人员陪着他走走停停 沿着派对参加群众的路线 走过一遍 双方不时比手画脚 一边讨论 试图厘清当时发生事故的原因 和问题 而在事发生夜 应西越就召开紧急应对会议 尹席院也下达紧急命令 要求内政部长李向明 动用所有相关部门资源 和启动紧急医疗系统 确保医院床位数量 而除了总理 内政部长和警察厅长 正出访荷兰的首尔市长 吴世勋即刻取消所有行程 他打给第一副市长 下令成立事故管理指挥部 正赶忙回国 要来作证指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周末刚好碰上万圣节 百货很应景 就举办了万圣节的活动 不过呢 虽然说人是越来越多 但都不会发生推挤的状况 也是因为百货都有人流管制 小朋友一个接一个拍照 百货选择在大厅宽广场域办活动 人一多就有管制 微风百货的人流规定 是以美间店的坪数 限定不同人流 以微风广场来说 容流限制 两万两千三百七十四人 还有像是信义区 现在适逢各大百货周年庆 由贵位架起人龙 分室内外排队 而门口处也有看板 写明容流人数 A11管是一万八千零一十四人 这样的规定 早在二十年前 北市府在全国首创 特定场所容流人数管制规则 包含舞厅 舞厂或楼地板面积 达五千平方公尺等公共场所 都要申报容流人数 为者最高开罚三十万 室外也有规范 以北市来说大型户外群聚活动 每平方公尺不能超过四点五人 主管单位也要是状况设结点 指出不进 在台湾最急的状况 不外乎就是跨年的时候 还有网友回席 2004年的时候的跨年夜 当时很多人进到车站内 也有人发生了推及的状况 不过后来北捷改善 接下来台湾也很少发生 类似状况 慢慢走 不要推 防范人潮推及 北捷有阴影 没到跨年 北捷朝天团成员就出动进驻 车站也会示人潮 在月台收费闸门 以及出入口等设置三级人潮管制 以免人潮过多 室内室外 融油管制都有规定 主办单位有依据 对民众来说 也是安全保障 TB的新闻 华小文江卫先 台报道 前一秒才自豪大巨蛋的压力测试 下一秒自有被吐槽 有信心当然很好 但接受恐惧是必要的 公开对刚柯文哲 但突然提到大巨蛋 也阵营南韩的黎泰院 发生踩踏意外 陈时中一早便以大巨蛋的公安 似乎有意要踩柯市府痛走 看看竞选中更是吴思瑶 更指内政部花一年半 严审防火避难性 这是为了公安 但柯市府只认为中央在卡蛋 大巨蛋的状况跟这种形态完全不一样 大巨蛋从安全审查 从十三万人减到五万五九八三三 所以请他们不要鱼目混注 都是人员很多管理疏散的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还在这里讲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是 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陈时中黄珊珊隔空交火 但或许也怕被说消费他国伤亡惨剧 陈时中下有特别新增行程 一开口先表哀悼 我们代表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团队 表达我们的关心跟哀悼之意 受访前的脸书发文 还特别翻译成韩文 至于最早发文的黄珊珊 除哀悼外也以跨年为例 指示府会在活动前两个月 根据去年人潮规划 做工作人员配置 避免推挤踩踩踏事故 而蒋万安直到中午公开谈话后 才发哀悼文 我们对于未来相关公共建务的安全审查 这个融流人数 我们都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难谈的踩踏事故 意外引燃另波 北市险情战火 TVBS新闻李国正气宽柔台报道